《天拿水》 倒些天拿水 燒掉的男人 又要再换皮 这些是谋杀的 被淋了香水的又如何 有些戒了脚颈又如何 怎么说呢 很痛 为什么呢 有时根本忍受不了痛苦 真是 言语之间 69岁的于天香数度哽咽 于天香曾是一名香港警察 二十年的警队生涯 让他对警察有着特殊的情感 尽管已离开警队多年 镜头前警察不断被伤的画面 仍让他难受且愤怒 他认为 骂警伤警的行为放诸四海皆无礼 可以未见过 从来未见过 讲真一点 世界各地 日本 韩国 南韩 没有 去到泰国也没有 马来西亚都没有 新加坡更加厉害 欧洲 都没有 世界各地没有这件事 于天香当警察时 仍属港英殖命时代 他指言 现在警察太温柔 希望大家珍惜现在的自由和平 不要以身示法 自六月以来爆发的修理风波 不仅让多名警察受伤 更严重扰乱社会秩序 为市民的生活带来极大影响 这一点 于天香深有体会 二十多年前 于天香在一次执行任务时 右侧颈部神经受伤 导致右边手脚失去知觉 在此之后 拐杖成了于天香的终身板驴 现在 作为义工的于天香 工作便及全港隔区 激进示威者将主要干到堵塞 将地铁逼停 让于天香等伤财员士 脱痛苦 我一次去美肤做事 做完事九点多 没有地铁停了地铁 我从美肤走到旺角 再转有车 回到沙沃基 走多远 所以玩具对民生 是有很大的打击 走三个钟 一个人 很贵 真的 于天香还有另一种身份 是香港民间爱国团体 同兴护港的骨干成员 从2014年战中时期开始 他已参与了过百产爱国活动 于天香认为 香港很多学生已被洗脑 再加上外部势力干涉 把这一场风波一次次的推进 他希望参与游行示威的学生 能尽快清醒 外部势力能停止入侵 政府能更加强硬 止暴制乱 让香港重回暗命 我本人 很多次的活动 是有外国人士 我见过很多次 一路拍照 一路拍 不是记者 我亲眼见 在旺角见过 很多场合见过 有人做派遣 你要明白 外国美国势力 是有阴谋 有秩序 有计划 是进来这样做的 心情很相感 希望这些青年人梦醒 警队已经振奋了 吸力了 希望秩序回归 回归走回正常轨道 今天的精彩尽在中国新闻网客户端